清明节即将到来 不少民众是陆续开始扫墓 但是呢一不注意就会导致火警 光是台中市今年3月截至20号 就发生了123件的墓地火警 这消防队员真的是疲于奔命 而消防局就出动的空拍机 也提醒民众要记得四不二记得口诀 才能避免酿成灾害 墓地杂草雄雄大火延烧火势不断蔓延 消防队员穿上装备赶往火场救援 清明廉价将至统计去年3月墓地火警 共有197件 去年的话从去年的3月1号到3月20号 大概扫墓发生的火警 总共有197件 那今年同期就是3月1号到3月20号 有降低 那目前是123件 清明节即将到来 民众陆陆续续开始扫墓 但是一部流神就有可能酿成火警 台中市今年3月截至20号 共发生了123件墓地火警 空拍画面可以看到墓地四处散发浓烟 消防队员拉起水管 要赶紧扑灭火势 其实只要牢记四不二记得口诀 不愿意焚烧杂草 不要随意丢烟地 就能降低意外发生的几率 那第三个 不要让那个民旨飞扬 第四个 不要燃放爆竹烟火 那两个记得呢 就是第一个要记得扑灭于尽 第二个要随手把垃圾把它收拾 就是四不二记得 我们会在假日期间 特别派员去进驻 然后进行公墓的一个巡逻 公墓火警平船 打火英雄疲于奔命 消防局除了加强巡逻宣导 也出动空拍机掌握状况 民众扫墓多一份留意 才能避免量存灾害 再次进行公墓火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